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在西海岸 政府提醒回家路程偏遠 轉折或住在離島的市民 現在應該啟程回家 教育局宣布所有學校今天停課 學校應該實施應變措施 確保學生安全 並且在安全的情況下 才能安排學生回家 澳門在晚上7點改掛8號東北風球 當地宣布所有學校停課 跨海大橋隨時封閉 澳門氣象部門說 如果天鵝按照現時的移動途徑 會大致吹向珠江口西岸 在晚上6點半至7點半 天文台錄得五昂平 長洲和青洲的最高持續風速 分別是每小時89、70和63公里 而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小時109、80 15和69公里 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 會吹強風程度的東至東南風 另岸海壁和高地間中吹烈風 風勢會逐漸增強 多雲有狂風遮雨 氣溫介乎25至29度 只望隨後兩天有雨 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證生效 天文台預計將會在晚上9點45分或之前 發出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現在氣溫29度 相對濕度86% 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 香港野南沙堤野南吹暴風 香港鄰近海域和沙美野南吹烈風 南澳熱氣強風 天氣開放在晚上7點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 在北緯21點4度 東京113點6度附近 中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 約為每小時95公里 預料天鵝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10公里 而向珠江口以西海岸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7至8級 間中9級 首號轉吹南至東南風7至8級 有狂風罩雨及淚暴 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 南澳熱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 各部地區有狂風罩雨和淚暴 海有大浪 沙美熱吹南至東南風6至7級 西部間中8級 有凌散狂風罩雨和淚暴 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香港電南吹旋風達10級 首號轉吹南至東南風6至7級 有狂風罩雨和淚暴 海有巨浪後轉大浪 沙堤熱吹東北風7至8級 佔轉吹旋風達10級 有狂風罩雨和淚暴 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 晚上9點現在黃師行報新聞 3號強風訊號生效 天文台預計晚上9點45分或之前 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本港的西南 大約100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10公里移向珠江口以西海岸 按照現時的途徑 預料天鵝晚間 會在本港以西約100公里範圍略過 本港的風勢將會持續增強 西部地區受天鵝的影響比較大 在晚上7點半至8點半 天文台錄得昂平、長洲以及橫蘭島 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95 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15、80和76公里 剛剛收到消息 香港天文台晚上9點40分已經懸掛了 8號熱帶氣旋的警告信號 8號風頭剛剛掛了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 在下午9時40分發出 預料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下午10時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西南約100公里 即北位21.7度 東京113.4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10公里 移向珠江口以西海岸 根據現時預測途徑 天鵝將未來數小時最接近本港 並且在香港以西約100公里範圍略過 香港西部地區受天鵝影響會較大 在過去一小時 長洲陸得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7公里 最高陣風為每小時77公里 預料則如沖的海水高度 會在明早即8月5日6點至10點期間 上漲至海淘基準面以上2.9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起上環低蛙地區出現水浸 請大家留意 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 將門窗鎖緊 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山 將膠紙條跳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 萬一玻璃破裂也可以減少損失 同時請盡快清除去水渠口的落葉和垃圾 因為海面又非常大浪 水流喘急而且方向不定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 請留意香港電台每小時的15分、30分、45分 和搭政的廣播 風暴消息報告完畢 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 晚上10點02分 歡迎收看晚間新聞天地主持節目的是林志偉 詳細的新聞內容 天文台在晚上9點40分 改發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100公里 以西北或者西北偏北路徑而向珠江口以西 天鵝未來幾個小時最接近香港 但天文台說發出更高訊號的機會好未 而受到海水上漲影響 上環明早有機會出現水浸 由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嚴講述最新的風暴消息 現時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100公里左右 就預料繼續採取一個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動 就是移近珠江口以西的海岸 天文台在今晚9點40分發出了8號的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根據現時這個預測途徑 天鵝將會在未來幾個小時最接近香港 並且會在香港以西約100公里左右的範圍略過 所以香港西部地區受天鵝影響會比較大 在過去一小時長洲六島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7公里 而最高的陣風為每小時77公里 同時亦預料則如沖的海水高度 就會在明早8月5日六點至十點這個期間 是上漲到海淘基準面以上的2.9米 海水上漲就可能會引致上環的低瓦地區 會出現水浸的 有沒有機會發更高的崩潰水 根據現時這個預測路徑 那個機會就相知未能 在風暴下尖沙咀碼頭風勢明顯強勁間中有雨 工人忙於將大型廣告牌加固 防止在強風中倒下 也有逛街市民說會盡快回家 行偉雄在尖沙咀現場報道 晚上在尖沙咀碼頭風勢強勁 不時刮起一陣陣的強風 有工人忙於用繩索將大型廣告板加固 而天色方面間中落起無無雨 不少市民和遊客都有帶備雨具上街 趕著盡快回家 有市民說現場風勢頗大 都鬆鬆的風到 都不是太大的 海面都比較平靜 都沒有什麼事情 現在呢 就是想著行程是怎麼樣 嗯 稍後應該搭車走了 會 因為怕到時都沒有巴士搭 可能貼近海面 有時那些風突然之間打到來 都會動一動 那個人 偶爾有幾陣雨是很大 但是雲就不是特別多 都有移動 那些雲 我覺得都還未算是很強勁 至於海面不時出現暗湧 小輪靠岸的時候 都要花上一些時間 有乘客的話 船身航行的途中 都有出現搖擺 都OK 不是太大風 可能遲些再大風些 船就 也有少少搖 少少少 都很正常地走 有和我們來香港的旅客說 雖然現時是打風 但感覺很涼爽 感覺和我以前來的不一樣 有風很涼爽 要不會很熱的吧 這裡 海浪 就以前聞不到海的那個弦味 這次能聞到了 好像把它吹起來了 那種感覺 有時有不少市民 在晚飯過後 逛完商場 都趕著到附近巴士站 或者港鐵站 坐車回家 避免留在街上 海尖沙咀碼頭現場 報道是這麼多 我交給直播室